别的父母都盼着儿子考大学 而我的父母却劝我放弃高考 和他们一起去德国旅游 然而 当我一睁眼 他们却不见踪影 我用着别脚的德文 顶着无数的白眼掌了整整一天 才发现弟弟更新了朋友圈 照片中 爸妈一人拿着酒精 一人拿着棉签 小心翼翼地给弟弟的手腕上药 佩文写着 我一个擦伤 他们就能跨越千山万水 要是再过去 我一定会哭着闹着说弟弟是在装逼 但现在 我只是点个赞 留言道 以后万水千山 他们都只属于你 他们不知道 我之所以有底气放弃高考 是因为我早就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 我站在酒店门口 有些迷茫地看着手机上翻译给的汇吭 你父母说你们都走了 就让我回来了 怎么 你不会还在酒店里吧 我眼眶发酸 我没想到父母在来柏林的第一天 就把我一个人抛在了酒店 更没想到他们连翻译都没有给我留下 但函他们告诉翻译还有个人在 我也不至于在苏醒后 着急地用自己跌脚的格文 顶着无数白眼 在完全陌生的城市 跌跌撞撞找了很久 他们甚至连酒店都忘了给我续费 导致我现在拎着两个大箱子 被酒店赶出来 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还是翻译可怜我 先给我转了一点钱 让我买机票回补 手机响起 是爸妈的电话 我急忙接起来 喂 妈妈 你在弟弟评论区说的 是什么意思 他因为你委屈到现在 冷冰冰的质问 顶回了我满腔的委屈 我没想到在我流落柏林街头时 妈妈关心的居然是这种小事 我还想说什么 但是却被妈妈的话读了回去 弟弟高考还没结束 你不知道吗 你作为哥哥还有没有一点担当 可是妈妈 我现在一个人在柏林 你们把我忘了 那又怎么样 你又不高考你脚情绳 这种人生大事 难道不比你一个破旅游重要 我告诉你 高考结束前 别让我看见你 我们好不容易把红一红好 要是你回来刺激到 他影响了他是211 我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看着 亲爱的妈妈 在这个备注 我一下子哭笑起来 我为什么不参加高考 他难道不知道吗 高考前一周 爸妈找到了我 高考对你弟弟来说很重要 他不想这种高光时刻 被你盖过了风头 今年的主角就给他吧 你明年在考也是一样的 到时候主角就是你了 好不好 如果你答应 我们就带你去德国旅游 好吗 爸妈很少这么温柔的对我说话 自从10岁那年 我带弟弟出去玩 他不慎摔伤后 爸妈就总是提醒我 不是你 弟弟本来可以完成他的舞蹈梦想 你应该让给他 于是跳级读书的 我为了他留了几年 只是为了给他辅导功课 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 爸妈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一 失去了舞蹈梦想的弟弟 虽然这个要求有些过分 但是他们难得的关注 却让我忍不住心颤 我天真的觉得 这次做出牺牲后 爸妈可能就会像过去那样爱我 就带我一个人去吗 我小心地问 当然 好 我不考虑 爸妈立刻喜笑颜开 丢下我去通知弟弟这个喜剧 当晚 妈妈做了一桌子弟弟最爱吃的 菜 欢欢喜喜举行了一个庆典 然后在高考前夕 匆匆忙忙地将我带走 我原以为 我的妥协在不计也能有两天的保质期 让我在短暂的旅游中感受 一下家的温暖 然而弟弟一个擦伤 我便一无所有 深吸了一口气 我擦了擦眼睛 没关系 软之理 不要伤心 你已经长大了 我一遍一遍对自己说 我把两大行李箱的东西 拿出来摆了个摊 国内的东西意外地在这里很受欢迎 我磕磕巴巴和人讨价还价 第一桶金居然就够还翻译的钱了 翻译知道了我钱的来源后 果断把钱退回给了我 甚至又赚了我一笔 留言 好好享受你的高考假期 宝贝 一滴泪没忍住掉在屏幕上 才认识一周的人 居然比爸妈还要关心我 我擦擦眼睛 把小摊卷了卷夹在夜下 提着两个空行李箱 咬着护照踏上了旅途 没人带我玩 我自己开路 就这样一路精打细算 跌跌撞撞地走完了大半个德国 我的德语水平居然提升了不少 除了中间被小偷偷过钱 刚买的面包被流浪汉抢走 然后和流浪汉打了一架以外 其他进行的还算顺利 等我完够了回国那天 爸妈收到了我的登机提醒 居然发来消息 要回来了 红一考完了 我们可以去接你 这就是我们的相处方式 先是伤透我的心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后 向我抛出橄榄枝 等我擦着眼泪下的台阶 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 放在过去 我一定会迫不及待地 告诉他们我什么时候到 但是现在 他们的心境也跟着变好了 可是下了飞机 我却并没有看到给我接机的人 拖着行李箱走出来 才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 你还是别回来 弟弟说 现在还不想看到你 你在外面待着吧 正要告诉司机家庭住址的我顿主 挂断电话后 我淡淡改了口 去最近的酒店 话音刚落 手机进来一笔转账 是妈妈给了800元 钱估计花完了吧 拿着在外面玩一阵子吧 家里暂时不欢迎你 看着这转账 我笑容有些苦思 什么钱花完了 他们把我丢在柏林的时候 哪有给我留过一分钱 有时候我真的怀疑 自己是不是妈妈亲生的 不然怎么总是会 这么直白的伤着我的心 我默默将转账点的退还 在柏林我都能 跌跌撞撞撞下去 何况是更容易生存的国内 没有他们我照样 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一个电话直接打了进来 你退还是什么意思 你长本是个事吧软之力 难怪弟弟不想看到 斤斤计较的你也配做他的哥哥 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还想说什么 却发现他把我拉黑了 但是没一会 爸爸给我的银行卡 打了一笔钱 刘言 你说话确实太不顾及 妈妈和弟弟的感受 不怪他们不想见到 现在外面冷静冷静了 等他们消气了你再回来 我没有回复 那笔钱我也没动 他们根本不知道 在柏林跌跌撞撞的那半个月 已经让我变成了生存大事 现在的软之力 是野生的软之力 半个月后 正在青岛的海边 吃海鲜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妈妈将我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 红衣原谅你了 你可以回来 我正在撸串 文言嚼着东西 含糊不清 算了吧 免得伤到他幼小脆弱的心灵 电话那边立刻传来了 弟弟委屈的声音 妈妈 哥哥是不是讨厌我 他是不是以为 是我不想让他参加高考 他会不会不认我这个弟弟 我漫不经心 你难道想让我参加高考 那爸妈为什么还要劝我 不参加 他们可是一直都听你的话 不是的哥哥 我怎么会那么做 我不知道哥哥 为什么不参加高考 我以为哥哥不想看到我 爸妈立刻安慰 是他自己没本事 害怕被你比下去 才不参加高考 和你有什么关系 乖 不要乱想 随后立声质问我 不参加高考是你自己选 到头来怪弟弟算什么本事 亏红一还担心 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 你这种人 根本不配做红一的哥哥 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我顿了顿 这么长时间没回家 他们最关心的 从来不是我过得好不好 而是我哪句话 又说得不好听 伤到了弟弟的心 可是他们从来 不会反思一下 他们的所作所为 有没有伤到我的心 手机传来提示 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爸爸给我打来电话 这次的语气十分不悦 你怎么对妈妈说话 钱你别要 自己在外面掌掌教训 一抹苦笑出现在脸上 但凡他们都关心我一点 就会发现 他们给我的那张银行卡上的钱 我从来没有动 叹了口气 我摇摇头 没关系的软智力 这么长 时间一个人走过来 不是也挺好的吗 在外面玩了个进行以后 我终于起程回家 一路上 我其实有些忐忑 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回来 我不清楚看到他们以后 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等回到家的时候 天已经很晚了 我小心翼翼打开家门 才发现家里空荡荡了 一个人也没有 在家里找了一圈没有看到人 我下意识要给他们打电话 却看到弟弟和爸妈的朋友圈 几乎是同时更新了 照片都是他们三个人 围着一个大蛋糕的合照 弟弟在两人中间被宠得像个国王 最难忘的18岁生日 是最亲的人给爸妈的朋友圈则配文 最真挚的爱 送给我们最爱的儿子 我苦笑一声 软红一是他们最爱的儿子 难怪 忘了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毕竟儿子只有一个 给了他的 就给不了我 叹了口气 我给自己叫了个蛋糕外卖 送到以后 我给自己插了蜡烛 换上干净的衣服 关了灯 双手合十 对自己说 生日快乐啊 软之力 然后一口气吹灭了蜡烛 吃着蛋糕 门被打开 一家三口有说有笑的进来 然后在看到我的时候戛然而止 爸妈看到我正在吃蛋糕 对视了一眼 明显都愣了愣 后知后觉的想起来 今天好像也是我的生日 那个爸爸先开了口打破僵局 这蛋糕你自己买的 我点头 是我用自己打工的钱买 没有用你 放心 自己的钱 妈妈愣了愣 这才发现什么 知力 你怎么这么瘦了 我吃下最后一口蛋糕 打工 消耗比较大 爸妈又对视了一眼 我难得在他们的目光中 看出一丝无措 老公 银行卡你 我好像忘了解冻了 我站起身 他们明显防备了一下 但是我只是把没吃完的蛋糕 放进冰箱 冲他们一笑 没关系 弟弟刚高考结束 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你们陪他忘了 这些是很正常的 爸妈的眼睛都睁大了些 因为过去的 我是一定要抓住 机会大吵大闹一番的 看到我要走 妈妈突然叫住了我 知力 回头 没有什么要说的吧 毛挠头 说什么 爸爸有些不自责 过去 不是都有很多话说吗 我恍然大悟 一笑一哭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很晚了 你们快睡吧 弟弟不悦地皱了皱眉 爸妈却没有管 有些着急地走向我 知力 别闹脾气了好不好 我一愣 我没有闹脾气 轮到爸妈愣了愣 两人对视一眼 爸爸叹了老气 好了知力 我们再给你做一桌菜 给你 不过生日 好不好 我有些疲惫地捏捏眉心 真的不用 我坐车那么久回来 已经很累了 你们也快点洗洗睡吧 晚安 说完转身上了楼 爸妈似乎还想说什么 但是我没有回头 背后传来一声冷哼 然后是冰箱被打开的声音 我回头 发现刚才放进冰箱里的蛋糕 被妈妈拿出来 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拿出给弟弟买的零食水果 一股脑地塞了进去 我知道他们在气什么 他们难得给我一个台阶 我居然不下 一抹苦笑划过嘴角 可惜了那剩下的蛋糕 回到房间 我疲惫地躺上床 却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倒了腰 疼得我困意全消 我掀开被褥 这间床单下面 我高中三年得到的各种荣誉 证书都被撕碎划烂 荣誉证书的包装 可四分五裂地躺在床下 刚才割到我的 就是这个的尖角 不用猜都知道是谁干的 因为有我房间钥匙 只有阮红义 阮红义喜欢出风头 在还能跳舞的时候 就喜欢和人斗舞 脚受伤以后便在学习上较劲 只要被我抄过去就会寻死 爸妈总是可怜 失去了舞蹈梦想的弟弟 每次便会教训 不是你 弟弟本来可以成为舞蹈天才 是你毁了弟弟的梦想 你怎么还好毁了他的学术梦想呢 你该让着他 于是我开始收敛锋芒 不仅考试的时候会空分 连我偷偷参加的各种比赛 获得的奖项都会小心地收起来 不让他看到 没想到 还是让他在我离开后钻了空间 门被打开 爸妈正在楼下帮阮红义拆好友送的礼物 有说有笑 好不热闹 看到我以及手里抱着的各种荣誉证书的碎片 他们立刻警觉起来 一左一右护住了阮红义 我不说话 抱着全部的碎片走上前 妈妈突然开了口 几张废纸而已 你还要为这点事和弟弟计较吗 我愣了愣 原来这些爸妈都知道了 但是真的是几张废纸吗 三年来我流过的汗 换来的真的是废纸吗 看着妈妈 我忍不住勾起唇角 然后将碎片扔到地上 他们这才发现 碎片里还混着几本完好的荣誉证书 我一股脑的全塞进了弟弟手里 这些我藏的比较深 找不到很正常 拿去撕吧 算是哥哥送给你的最后的礼物 只要你开心 想怎么撕怎么撕 毕竟有些东西 不是撕了就会消失的 软红一看到我还有荣誉证书 先是一乐 然后一把抢过去 发现是数学物理竞赛的金奖后 整张脸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因为那次他连海选都没有通过 可是等他开了口 便是另一种味道 哥哥 你得了荣誉 我应该为你开心才是 我怎么会撕你的证书呢 哥哥你是不是讨厌我 才会自己撕了证书来冤枉我 我一皱眉 爸妈却反应过来 妈妈对着我就是一推 好啊 现在都学会嫁户弟弟 害人惊 害得弟弟没办法跳舞就算 现在还用这种卑劣的手 爸爸也紧皱眉头 弟弟有哪里对不住你 你要这么陷害他 我倒在地上 没有回答 爸妈你言我一语 训斥了几分钟 才意识到我好像站不起来 干什么呢 还不快起来 妈妈有些不耐烦地去扯我 脚踝立刻传来钻心的疼痛 我一把推开他 别碰我 妈妈被推了个裂解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转而柳梅倒数 你装什么呢 弟弟有脚伤 你也跟着受伤是吧 演什么戏 弟弟受伤就是你害的 你有什么资格装病 我的笑容变得讽刺 扶着脚踝 我看着他 妈 你真的以为我是装的吗 真的觉得弟弟的伤是因为我吗 那一瞬间 一直在接受爸爸安慰 好整以侠地看着戏的 软红一身子骤然一脚 我冷笑一声 妈 你总是以为弟弟受伤 是因为被我带出去玩 总是以为受伤的那个人是弟弟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红一 你怎么办 爸爸突然 惊呼一声 妈妈急忙转头 只见软红一抱着头 满脸痛 爸爸妈妈 我好痛 受不了 不怕 爸爸妈妈这就带你 去医院 爸爸惊慌失措地将人扶起 越过岛在地上的我就跑了出去 妈妈急忙跟上 因为我挡了路十分不耐烦 让开 撒谎惊 弟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的 弟弟被剪辑送走 最后一刻 我清楚地看到他回过头 冲我露出一个冷笑 我知道他在笑什么 他笑当年那个秘密成功被他借过 因为他自己的任性 导致了我和他的脚伤 以及这么多年以来 他把这一切嫁祸到我头上这件事 是他一直都在仔细珍藏的秘密 我一缺一管子摸回了卧室 在自己的小抽屉里 找到了这么多年 一直都在用的药 喷到了脚踝处 爸妈一直关心哭得更大声的弟弟 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的脚伤 幸好有位老中医给我推荐的药 不然我的脚伤怕是会发展成伯服 可惜每次一说这件事 弟弟就会哭着寻死 每次表现出些许不是便会被指责装毙 我便从来没有机会说出真相 我在屋子里养了一个晚上 脚踝恢复了正常 于是便开始着手收拾行李 其实这次回来 我本来也没打算常住 只是清大也快开学了 我得早点收拾好去看看 正好在北京旅旅游 收拾了大包小包打算出门 迎面就碰上了回家的一家三口 爸妈看到我 不约而同地皱了皱眉 软红一则意气风发 看到我喜笑颜开地迎上来 哥这是干什么 昨天的事都过去了 我已经原谅哥了 哥不要闹脾气 一家人哪有隔夜的愁 我不动声色 让开 软红一步一步饶 好了哥 妈妈今天要做排骨 你不想吃吗 我炖了炖 我最爱吃的 就是妈妈做的糖醋排骨 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吃过 这个家从来都迁就软红一的口味 因为他身上有伤 对饮食的要求更严格 家里人尤其是软 吃力要迁就弟弟的口味 这一迟疑的功夫 妈妈的神色似乎缓和了一些 他叹了口气 也闹了 妈妈给你做排骨吃 这段时间你也辛苦 这句辛苦没来由地让我心差 其实这么多年 我等的不过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见我不说话 妈妈的眼眶当时就红了 不准你这么说 你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了 我抬头 爸爸的笑容难得的慈祥 不闹了 咱们一家人 好好吃顿饭 有什么误会 饭桌上说轻 看着三个人各自去张罗 我迟疑了一下 也好 最后吃一顿饭 也算是为这十多年的起伏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等吃饭的时间里 我下楼想去 取一瓶冰可乐 却意外地听到了厨房里妈妈的声音 这孩子脾气越来越大的 眼看就要管不住了 爸爸的声音传来 好了别说了 先把人安抚住 别让他生出反骨 红一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211 这是他的自豪 明年要是让老大考了个985 红一又该不开心了 到时候闹着要退学就不好 他敢考985 妈妈的语气十分激动 他已经把弟弟害得不能跳舞了 还敢在学术上压红一一头 所以要让他听我们的话呀 明年我们让他报个普通一本就好了 别管成绩多好 那样升学宴还能降一个规格 也不算抢了红一风头 哼 当初就不该升这么的雷阵 我即将下楼的脚步又收了回去 转身 我默默地回了卧室 关上了门 原来 爸妈是这么想我 可笑在刚才的一瞬间 我短暂地又一次把他们当成了家人 吃饭的时候 我假装没有听见刚才的话 但是筷子也没有动 因为那排骨做成了红烧的 怎么不吃 妈妈咒 咒没 你不是最喜欢吃排骨吗 妈妈这次给你做了又不吃 我笑了笑 低头吃起米饭 不吃了 减肥 闹什么闹 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妈妈直接夹起一块排骨扔到我碗里 不给你做 你觉得我们不关心你 做了你又不吃 怎么这么难伺候 我看着被粗鲁地扔到碗里的排骨 笑容有些恐慌 软红一不想吃饭的时候 他们可都是好好混着 询问他想吃什么 然后把菜换了重做 到了我这里 就成了难伺候 不知好歹 我放下筷子 看着妈妈 你还记得我最不喜欢的排骨的做法是什么吗 妈妈皱了皱眉 你在说什么 是红烧 我替他回答 我是喜欢排骨 但是我喜欢的是你做的糖醋排骨 红烧排骨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吐了出来 你做的红烧 其实是软红一喜欢的做法 妈妈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转把筷子一摔 我怎么知道你喜欢什么做法 这么多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也没见你有意见 现在做什么做法 你以前是知道的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十岁之前你清清楚楚 但是十岁之后 你便只记得软红一的口味 我不是没有意见 只是你不准我有意见 哥哥 你是不是在怪我 软红一突然委屈起来 对不起哥 我不该喜欢红烧排骨 都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我没想这样 你不要讨厌我 闹够了没有 一巴掌狠狠拍在桌上 爸爸皱眉看着 一家人好不容易好好吃个饭 你闹什么闹 不想吃就不要上桌 谁求着你 现在大家都因为你不开心了 你满意了 爸爸妈妈赤裸裸的目光 和软红一的哭声将我包围 看着这一桌 没有一道符合我口味的菜 我笑的讽刺 我本没想留下来 是他们让我产生了 一瞬间的被爱的错觉 后来这点错觉 也成了 那我的罪孽 就像他们开口让我放弃高考时 我那一瞬间的天真一般 起身 我转头离开 回到了卧室 再进入卧室后不久 餐室里立刻响起欢声笑 与刚才我在时的死气沉沉 完全不一样 看来 他们才的确是一家人 夜里 我重新收拾好行囊 在没有开灯的别墅里下了头 爸爸妈妈和软红一都睡得很熟 我打开家门 站在门口 回头 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温馨的 虚伪的房子 然后慢慢关上了门 将我近20年的快乐与悲哀禁术所在了林 在北京等待开学的半个月 家里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我不知道他们是过于放心我 还是赌定了我离不开他 或者是干脆就放弃我 但是他们的想法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 因为我在北京发现了更多的商机 一个宏伟的商业蓝图 正在我脑海中徐徐转开 正在忙活兼职的时候 家里给我打来了电话 在外面也够了 回来吧 你弟弟想要提前去看看学校 你回来帮他搬东西 我斩钉解体 他自己没有手吗 阮智李 你说什么呢 你忘了他的脚是因为谁受的伤了 立刻给我滚回来 你要是真的敢让弟弟动手搬东西 以后就再也别进这个家门 好 对面愣了愣 你说什么 我说好 阮智李 那边传来妈妈的尖叫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家里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你要是再不知好歹 家里的门锁我明天就还 爸爸也十分气愤 你不就是嫉妒弟弟考了个好大学吗 你自己不愿意参加高考 现在眼红什么 不是你弟弟也不至于跳不了舞 就是让你回来帮帮弟弟 你有什么好端架子 软红翼的声音委屈巴巴的 爸爸妈妈 你们不要为难哥了 他没有参加高考 而且明年不一定能考上211 他心里难过是很正常的 红翼你别替他说话 你忘了你的脚是因为谁受的伤了 别管他 他一个没高考的早晚要回来 想端架子就让他端着好 等他后悔的时候自然会来求我 说完电话便被挂断 我看着熟悉的挂断的页面 一时间有些想笑 没过多久 熟悉的号码就再一次打过来 清大的开学典礼 学生发言人是你 妈妈的声音有些不可置信 我正在开学典礼的座位席上 文言回答 刚下 怎么了 软红翼的是声音几乎要穿透听筒 你考上了清大 你不是没有高考吗 爸爸的声音有些急促 老婆你快看 咱们是新闻 报道了他的名字 紧接着是急促的翻看 我笑的讽刺 那新闻很早就有了 你们但凡多关心我一点 也不至于到现在才看到 电话那边的声音颤抖了一下 智利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 告诉你们有用吗 你们眼里除了软红翼还有我 告诉你们 你们不会让我退学吗 这么多年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 软红翼的声音不可置信 不可能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保送清大 他骗我 剧烈的踹门声响了起 电话那边沉默片刻后 传来爸妈的质问 红翼 你不是说你的 不能这么用力吗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军讯结束后 爸妈来到了校门口 妈妈看到我就哭着扑笑 我儿子 妈妈对不起你 我有些忙 爸爸哽咽着 手里拿着我藏在抽屉里的帮备药 我们找到了你一直以来在用的药 找到了给你治病的中医 我们不知道你才是那个受伤最严重的 智利 爸妈对不起你 我默然听着 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 那次带着软红翼出去玩 是他软磨硬泡的节目 是他一定要去假山上找漂亮食堂 不听我 劝阻将我推倒在地 自顾自爬了上去 也是他不听我的劝告 强行爬上松动的结构 整个人摔了下来 不是我给他当人肉垫子 他怕是要头破血流 我的脚被他压坏 他也扭伤了脚踝 但是回到家后 他便放声大哭 爸妈问是不是我搞的 他也不解释 任由爸妈就这么误会下去 由于我的脚伤发病慢了些 爸妈便先入为主地定了我的罪 他们在医院里陪软红翼 我就只能自己去找赤脚大夫 软红翼的脚稍微僵养就可以重返舞台 只是他不愿意把 因为他发现 自从自己的脚受伤以后 爸妈的关注就一股脑地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他是那么喜欢被关注的一个人 你也这么巧受伤了 你当我们都是小孩吗 仔细想想 我走向独立也并不是从我被迫在柏林独自生存的时候 而是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了 别哭了 我推开紧紧抱着我的妈妈 没事我就回去 之理 妈妈急忙抓住我的手 那个 你在柏林的情况 妈妈也都了解到了 翻译都告诉我 你现在才了解 我觉得好笑 他们愣了愣 先生 太阳 这种事难道还需要问吗 我一个身无分文的海 在柏林街头还能怎么样 你们还需要去向翻译确认 妈妈的脸上露出绝望 不是的之理 爸爸妈妈只是想要补偿你 家里的门永远为你敞开 你不要 不好意思 要是早就被我扔了 妈妈的话卡在喉咙里 爸爸也慌了 之理 我们已经把你弟弟送走了 以后你想回家就回家 你们都会 我哪里有家 我笑盈盈 把你们的儿子送走是你们的 事情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需要家 先生 太太 是野生的 半个月后 我听到了弟弟的消息 他的腿真的断了 因为爸妈已经不再关注他 他便真的将自己的脚扭断 企图得到爸妈过去的爱 但是换来的却是爸妈的辱骂 你到底还要装多久 哥哥被你害成什么样子了 你看不见了 在装并驳同情 你就再也不要进这个家门了 一直以来都是对我说的那些话 现在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我觉得好笑 这样对我的心里没有一点安慰 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他们吝啬施舍一份 这些东西是日后如何都无法 弥补回来的 爸妈还是会时不时来学校见我 但是我只是甩给他们一张 我兼职得到的钱 和一笔二十年养育账单 甩给了他们 附带一张断绝亲子关系的文件 那天爸妈在龙东的暴雪里 哭着求我不要开玩笑 但是我怎么会是开玩笑呢 先生 太太 拿了钱就回去吧 以后也不用来找我了 我已经申请了出货深造 以后的日子不会再见了 妈妈着急地拉住我 国外那么人 你一个人怎么可以 我只是把人的手推开 一笑 你忘了 软智里 事业生的 全文完了